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专家教路 我是Sandra Lee 我是一位心灵治疗师 我是2003年开始接触到不同种类的能量疗法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SPR这个疗法 它的中文名叫灵性再重组疗法 英文叫Spiritual Restructuring 我们简称SPR 这个疗法是一套用来调整身体的关节 脊椎 肌肉 所有的器官 整个系统去做调节的一个工具 平时我们可能会因为姿势不正确 或者是某些坏习惯 或者是工作过劳 运动创伤 甚至乎因为一些负面的信念 会令到我们的身体 可能有一些肌肉的酸痛 骨骼可能会稍微移位 关节可能会变形 甚至乎有一些肿痛 器官等等都可能会出现有一些毛病 形成了一些不正确的身体的记忆 即是一些细胞的印记 SPR这个疗法 就会透过用灵摆或者肌力测试 灵摆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态 其中这一种就是一款灵摆 我们会透过用灵摆去测询 那位朋友他本身的潜意识和连结 然后去找出究竟身体有什么地方需要做调整 正如中医所说 不通则痛 所以我们找到需要调整的部位 或者是一些肿痛的一些部位 然后我们会透过用灵摆 或者是用我们的手轻轻去敲打身体 或者是加上呼吸去做一个调整的 这样可以帮助清除到一些错误的身体的记忆 还有是一些受了的能量 让他可以畅通 帮助舒缓一些肌肉的痛楚 或者是一些骨骼 可以慢慢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SPR是可以隔空地做 或者面对面做的 因为SPR也是SRT的一个姐妹的疗法 所以都是透过潜意识的连结 去找回究竟有什么阻止他 可以去清理的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再讲吧 2 3 5 5 6 7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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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